點下去的全部都是有投資到的 所以先點冰劍,然後呢,讓別人去點白老鼠 你跟部落說,欸,欸,這個,那個好像 你就跟A說,欸,野豬那個好像很強 跟B說,欸,加速好像很強 然後最後來看A跟B,哪一個杯比較高 就像哪一個這樣子,有沒有 很聰明吼 所以呢,聽我一下 我的建議是神盾那兩個看起來都超強 但是我不... 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XBB 好,今天的影片,哇,特別了 今天是2月份的這個賽季結算 那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我在上一季的賽季結算 破了我自己的個人紀錄,首先我達到了6000倍 那大家知道我其實在上個月,滑雪中 我有跟大家分享一下說,欸,我上個月在挑戰6000分 結果上個月沒成功 結果這個月呢,2024的2月賽季我達到6000倍 而且2月是短賽季,所以這個月的6000 比上個月的6000還要高的很多很多 那我最後結算呢,是全球排名第37名 那怎麼看呢? 你看到我下面這個最高機率有沒有 這個20242月賽季6078是我的杯數 左邊這個盾牌的數字啊 就是我上個賽季的這個全球排名的成績 第37名,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在左上角點你的傳奇杯這邊 頂尖玩家按全球 右上角有一個點點點,點下去之後 你可以看到,第一名呢 是我們都非常熟知的 嘎苦喔 然後呢,往下滑 然後你看到 這個第13名是 赤兔是那個丹丹嘛 然後我往下滑就會滑到 我是第37名 我上面呢是那個悠友嘛 然後在上面也是嘎苦的小號 跟欣欣的小號 所以基本上 前面說真的已經沒幾個人了 那我也是第一次爬到這麼這麼高 好,那今天也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 賽季啊 賽季末的時候 有一些你當你的杯真的很高的時候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這邊呢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這部影片在你看到的時候 我不太確定應該是要更新或是已經更新了 所以呢 這是更新之前的版本 那在更新之後呢 我會用類似的版本 但是會出優良改化後的一個進攻方式 我會在大概在一個禮拜之後 發給大家 更新之後 應該要怎麼樣去繼續使用 金木女舞的打法 那這個大家可以再慢慢的等影片 好,所以今天的影片會比較偏向聊天性質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一下 End of Season Deal是什麼東西 那相信很多人應該都不知道 並且呢 大家其實如果平常有在注意的話 你按全球榜這邊 部落這邊在右上角 他們有寫說獲得前三名的部落 可獲得這些寶石 並且會平均分配給部落的前二十名玩家 然後大家一定很好奇 這是什麼東西對不對 應該都沒有人拿過這個東西 那我這次呢 真的拿到了 我之前也是都很好奇 這個到底是怎麼發的 然後這個會拿到多少 然後這次沒想到 真的就拿到了 好,那首先呢 第一個 我們知道大家在結算的時候 就是你現在排名第一的這個部落 他其實並不是真的排名第一 因為還沒有結算 結算的時候的那個時間點 那個才叫真的第一 這樣好 就跟聯賽第七天還沒打完 這幾天你先排在第一也是沒有用的 好,那這個結算呢 在這個時候就是很多 因為他這邊有一個機制是前三名的玩家 他們會 前三名的部落 他們會得到這個五萬寶石 三萬寶石跟一萬五寶石 並且平均分給這個前二十名的玩家 好,那所以因為這樣子 所以杯很高的玩家們 就會聚集在結算的時候 就會聚集在同一個部落 然後希望能夠自己成為最高分數的那個部落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拿到很多的寶石 好,那這次就是大概類似像這樣 每一個月都會有發生這件事情 只是呢 因為我們杯都太低了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那這次因為我杯還蠻高的 所以我有被邀請過去 那結果呢 我跟Gaku,Stars,還有丹丹 他們呢 是一起去在同一個部落裡面 然後呢 我們就拿到這個寶石 這個寶石呢 跟我想的不一樣 我以為他會 用這個信箱 會用這個信箱直接把它發過來 結果呢 也沒有 他是直接你的數字 寶石數字就直接增加了 沒有任何的訊息通知 就直接增加了 增加了1500 我分到了1500寶石 我們的最後的成績是 我們呆在的部落拿到了第二名 然後我們分下來是一個人 前20名可以拿到1500寶石 還不錯喔 其實還蠻補的 1500寶石也蠻不錯的 那並且呢 我這次呢 也有去談那個 End of Season Deal 那End of Season Deal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ESO呢 就是指說 像有些部落的這個首領啊 他會希望他的部落 這次結算的時候 能夠撐到一個很高的名次 那但是因為大家知道 就是玩很厲害的玩家 尤其像嘎庫啊 尤其像史達斯他們那種 他們有很多個號 所以他們待在哪一個部落 其實可以決定了很多部落的名次 那很多有些首領呢 就會希望他的部落的 比較有名一點 就衝上去這樣子 就跟有些部落的福利比較好 他就說你這邊打三星 他會給你一些獎勵啊 等等等等 就類似像這樣子 但是這個部落呢 他只重視天梯的結算 所以他在天梯結算的時候 請一些杯真的很高的人過去 然後你只要願意待在那邊 把他待到完 然後結算的時候 讓他的部落是在前三名 這樣的話 因為他們也可以拿到寶石嘛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會給你多少錢 這樣子做為一個獎勵 就算是首領給部成員的獎勵 那這個就叫做 End of season deal 那相信很多人 有可能是第一次聽到這個東西 有些人可能已經知道 但是不太清楚他怎麼運作 那我之前一直都知道 可是呢 我也從來不知道他是怎麼運作的 所以今天來講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 可能解惑一下 大家可能聽到的時候 我還是先解釋一下 這個是完全合法的 就是說 就單純就只是說 首領去等於是獎勵自己的成員 你來我這邊 我會給你怎樣的獎勵 等於是首領獎勵自己的成員 大概是這樣子的 只是說 這個是很短暫時間的 就是只有在寂寞的時候會發生 然後這個跟什麼買號啊 借號啊 或者是那種代打 都完全不一樣的 因為這個就是本人過去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我自己打自己的號 然後我本人過去你這個部落 所以這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跟他說 代打買號那些都是不行的行為 然後這個是合法的行為 是蠻正常的行為這樣 好那 大概多少錢呢 大家應該很好奇 那我也是從來都不知道這個價錢 那我也是去了之後才知道 好我排全球排37名嘛 6000多 那我最後拿到的金額是 35美 聽說好像還 我這個名字好像還值更多一點點錢 但是呢 因為我覺得 因為反而我第一次來 我就我覺得 談到一個價錢 我覺得很OK就很好 好那 那35美我覺得非常非常棒 所以我就OK 35美一口咬定 然後就這樣子 那如果你們以後真的有打到非常非常高 可能要全球前100 全球前50這種才有得談 那有機會可以去談這個 那怎麼談呢 其實是當你打很高的時候 別人就會過來找你談 你根本就不用去找人 我會有很多人來敲你 不然是我的那個 其實我前幾天根本就沒發現我打很高 是突然一堆人來加我部輪 然後要來跟我講話 然後一堆discord有人加過來跟我講話 所以才一堆人來找我這樣 那我本來可以一開始是有點想說 算了不要 然後後來就是又一直來找我 後來我想說 好吧也好啦 就補一下那個 你可能會想要買那個礦石嘛 對不對 那也有寶石可以拿 我就去了這樣子 那去了結果也還不錯 那也還不錯 OK 好那今天的影片 主要就是來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比較不一樣體驗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很多人有點好奇 這是什麼東西 那我也是以前都知道 都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都知道但都沒體驗過 那這一次 沒想到這一次就爬上來了 給大家一個數據 我這邊其實 我之前是 我現在排三期嘛 最高層級 我上之前 最高最高 也才兩百二十幾名而已 前全球 所以也就是這個積木女舞 真的非常非常的強 好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 那我的這個裝備怎麼配 好OK我來分享一下 好積木女舞 我在上一次 其實也有拍一個影片 就是你如果真的要打積木女舞的話 補血書真的效果好很多 補血書真的效果好很多 那你用補血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那如果你點錯也沒關係 我覺得現在重點就好 我也是會有一些點錯的 那尤其是神盾現在也加進來了 所以就是點錯不要怕 你只是慢了半個月 或慢一個月 就是再慢慢打就好了 真的不用太害怕 點錯這件事情 但是呢 效果來講補血真的好很多 所以你如果點錯 現在趕快點補血就好 那冰劍 很多人來問冰劍 冰劍大家說 冰劍是不是配積木女舞不太好 我覺得配冰劍還是必然的 冰劍真的還是比較強 那這個東西呢 我雖然沒有真的很認真去做實驗 可是呢 我單單假尬 全部都是六千杯以上的 然後我們全部都是用冰劍 所以我覺得這個數字還是證明了一些事情 冰劍應該還是比較好用的 但你要注意的是你要提前開招 你不要讓自己的女王去暴斃 這樣 就是要提前開招 這冰劍就絕對是比較好用的 絕對的 好我的配置是手套加地震 鮮 那如果你沒有地震鮮 我覺得可以用這個狂暴 去取代 這個狂暴 那再來是冰劍加隱身 這是我覺得必須要配的 所以你應該要這樣配 然後我覺得從頭到尾 你覺得唯一可以換的 就是如果你沒有精缺的話 你可以換一些其他的 那神盾的技能我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因為神盾要出了 我到時候再點 那大家一定也很好奇說 我更新之後要先點神盾 的哪一招 我的答案是先不點 那大家真的這次聽我講了 因為我在兩個月前 先跟大家講過 點裝備的順序 那時候很多人都沒聽我的 然後結果後來才跟我說點錯 所以真的在聽我講 我上次其實就 一開始就講 我那時候就說 先點手套嘛 對不對 然後再等女王兵劍嘛 然後結果呢 老頭這個先hold著 先不要點 大家都沒聽我的 先點點 點一些奇怪的 點什麼穿雲劍啊等等 現在都後悔了 聽我一下 神盾現在兩個看起來都很好 我建議啊 先等等 先讓別人去當白老鼠 我上次都講過一樣的話有沒有 先讓別人去當白老鼠 然後呢 你看一下他們的效果如何 最後再來決定怎麼點 因為這個東西其實 點錯了 你要等一個月以上喔 所以呢 就讓別人點 那我們現在點什麼呢 我們現在把兵劍點滿 因為這個是一定要點的 點下去的 全部都是有投資到的 所以先點兵劍 然後呢 讓別人去點白老鼠 你根本部落說 你就跟A說 野豬那個好像很強 跟B說 加速好像很強 然後最後來看A跟B 哪一個盃比較高 就先哪一個 這樣子有沒有 很聰明喔 所以呢 聽我一下 我的建議是 神盾那兩個看起來都超強 但是我不知道要點哪一個 所以呢 我就先不點 我先去點滿我現在現有的 這個一定要點的 兵劍 那這樣子的話呢 可以比較省自己的這個點數 那並且呢 到最後你也不用怕點錯 因為等到實戰的效果出來之後 你再看別人怎麼點 你再慢慢點 我覺得這是還蠻不錯的效果 好 那 但是當然啦 我自己 因為我小號現在已經分開了嘛 我一個點狂暴 一個點補血 我狂暴真的後悔了 但是我本來兩個號就是這樣來玩的嘛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接下來神盾 我應該也會各點一個 那我在考慮中 大家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給我的意見 現在我不是在說神盾 豬跟加速哪個號 我現在是都會點 因為我兩個號 我在考慮的是 應該是加速配我的補血號 還是加速配我的狂暴號 還是怎樣呢 我現在在考慮的是這個 因為我一定會各點一個 可是我只有兩個號 那我一個已經老頭補血了 一個是老頭狂暴 那這樣子的話 我其實會有不同的組合排列嘛 對不對 所以我應該是補血配狂暴 補血配神盾加速好 還是補血配野豬好 我其實不太確定耶 我其實有點 說真的我不太確定 補血配野豬是比較有道理 因為他那個野豬也可以吃補血的光圈 然後我可以找點牙 可是補血配狂暴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那大家給點意見好不好 那我也是打算 OK 因為我真的想不通 所以呢 先不點 我大概會一個月之後再開始點牙 那就也不用擔心 你要升什麼升什麼 我就是專心的把這個女王的弓箭升到27級 那看起來至少也還要半個月一個月 蠻久的 所以就慢慢升啦 好吧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這個二月的爬杯 那因為爬杯內容 我應該還會再分享給大家 但是因為這個爬杯的內容已經是 到你們看到的時候可能已經更新之前了 所以呢就很簡單的分享一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